光头老师一遍遍地扇男孩巴掌 打得男孩无力反抗 光头老师变态地吃令他 只因男孩打错了节拍 就被光头老师以这种方式教他 光头老师怒不可遏地训斥男孩 男孩在压力下忍不住掉下眼泪 反倒让光头老师加倍嘲讽他 整个乐团都安静地鸦雀无声 灰心丧气的男孩被替换下场 直到回家也搭拉着脸 看着乐谱上摆着的偶像蝶片 男孩陷入了沉思 难道自己真的是个废物吗 看着手上被磨出的伤口 他贴上窗口贴继续拿起鼓锤练习 男孩在顶级的音乐学院中学习 光头老师是不可多得的顶级老师 为了让光头老师选中当乐团的乐手 男孩渴望被他看到 但是男孩出入学校的小乐团只是个替补 在实力和天赋上还没有得到认可 当光头老师来到小乐团中挑人时 每个人都刚演奏几下 就被他粗暴地打断 轮到男孩时 他也没打几下鼓 光头老师就不耐烦地叫停 遭到了冷遇的男孩内心沮丧 但光头老师并没有摔门离去 反倒站在原地不动 就在大家都等着是谁被选中时 光头老师叫鼓手和他走 眼看着正是鼓手起身 男孩身为替补鼓手心中很不适自卫 就在下一秒反转来了 男孩的眼睛都睁大了 看到光头老师指的人是自己 男孩的心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起起伏伏 光头老师和他说明乐团地点和排练时间后 就转身离开了 男孩还沉浸在被选中的猛圈中 这份机会是多少乐手求之不得的呀 但男孩还没有高兴太久 第二天就没有按照排练时间到达 但让男孩吃惊的是 排练教室里空无一人 直到他看到课表上标明的时间是三个小时后 他才明白光头老师是给他提个神 让他更加重视这个机会 当同学们都到位后 光头老师也就位了 从同学们紧绷的表情可以得知 光头老师对他们的训练有多严苛 只见光头老师的手一挥 大家就开始演奏乐曲 男孩只是坐在鼓手旁边观看 但光头老师很快就叫停了 原来是有人出错了 他要求同学自己出来承认错误 但没有人敢出面承认 他说明这是他给的最后一个机会 否则同学就得被扫地出门 他让大家再次开始演奏 接着将手一收 打算亲自救出来这个倒霉的同学 光头老师来到一个吹长号的同学面前 问他有没有点自知之明 同学根本不敢抬头看他 但眼睛里已含着隐隐泪光 同学胆怯地点了点头承认 等待着光头老师的审判 同学直接被这样的吼叫吓哭 光头老师毫不留情地将他赶出乐团 但更让人吃惊的是 光头老师在同学走了之后 说明走掉的并不是他 而是另一个同学 但对自己没有自知之明已经很糟糕了 之后的课间休息时 光头老师了解了一下男孩的情况 鼓励他多听点经典 看着光头老师和蔼可亲的样子 似乎与刚才疯狂吼叫的魔鬼是两个人 男孩也欣然接受了光头老师的照顾有加 眼看男孩敲得上头 光头老师却叫停了他 让他反复演奏同一个片段 经过了好多次的重复后 他仍然不满意 直接抡起一把椅子扔向男孩 这让男孩措手不及 随后就遭到了光头老师 扇巴掌打节拍的对待 备受打击的男孩回想起自己曾经的梦想 他曾对光头老师的乐团感到好奇 想亲眼去瞧一瞧有多顶级 在沉重且压抑的灯光下 乐团中的每个人都各司其职 每个人都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 这样的氛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男孩被眼前的一幕吸引了 他多么渴望自己也是其中一员 男孩心中的熊熊烈火开始燃烧 他想起了自己的偶像巴迪瑞奇 那位世界上最伟大的鼓手 他按下决心要刻苦练习 跟随光头老师的脚步 将魔鬼训练贯彻到底 他的脸庞通红 汗流加倍 手指上都被磨损的鲜血直流 窗口贴用了一张又一张 在和喜欢的女孩约会时 男孩频频强调自己的理想目标与训练 对于音乐的热爱异于眼表 女孩也流露出崇拜的眼神 可见二人的进展不错 不久后乐团迎来了演出 男孩依旧只能当个替补鼓手 正是鼓手让他帮忙拿着乐补 但男孩一不小心就给弄丢了 看到正是鼓手 气急败坏 男孩也心慌意乱 无奈之下二人只好亲自认错 向光头老师坦白情况赴金请罪 正是鼓手完全没有被乐补 但光头老师还是呵斥他赶紧上台演出 这时一旁的男孩表示自己被吓了乐补 就这样男孩开始演奏 他的记忆也的确不差 随着鼓点和音乐的融合越来越融洽 光头老师紧绷着的神色也变得缓和 男孩的进步首次得到了认可 不出所料 光头老师率领的乐团获得了第一名 但从那以后 乐团中的同学都对男孩警惕有加 同学们都认为他有心机 以为他是故意弄丢谱子 好让自己顺理成章地挤掉正式鼓手 现在是正式鼓手帮他翻乐谱 春风得意马蹄急 男孩本以为会被家人表扬 但是兄弟们拿到的全额奖学金和最有价值求援 显然更让家人高兴 男孩骄傲地表示自己迈出了职业生涯的一大步 但家人们都对他的成绩毫不在意 他开始和家人们争锋相对 直面兄弟们的嘲讽 最后愤然离喜 男孩咬紧牙关 继续在正式鼓手的位置上挥洒汗水 不过正式鼓手的位置还没做热 光头老师就叫来了另一个同学小康 他就是男孩之前待的小乐团中的正式鼓手 虽然小康傻乐着打鼓 一点都没达到光头老师的预期 但光头老师仍然认为他打得比男孩好 这是一招效果显著的激将法 在对决中处于下风的男孩当然不甘心 但他第一步做的是让人唏嘘 都说上岸第一步先斩一中人 男孩找来心爱的女孩和他分手 表示自己希望在乐团中学有所成 女孩生气又失望地离开了他 男孩回到乐团中继续接受魔鬼训练 这天三个鼓手都状态不佳 气得光头老师要掀翻屋顶 但几个小时过去了 没有人能让他满意 直到男孩打到血流到鼓上 光头老师才宣布他争取到正式鼓手的位置 男孩得跟随乐团去比赛 虽然他在大巴上都勤奋练谱 但大巴很不给力 停在郊外抱态了 眼看时间不多了 男孩匆忙赶去开车 倒霉的是男孩的鼓锤落在了大巴上 这样一来 光头老师就打算让小康热身上场了 男孩到达后气鼓鼓地宣誓主权 甚至一改往日的忍气吞声 和光头老师唇枪舌战 男孩距离力争 认为自己只要拿回鼓锤就可以上场 光头老师表示他如果出一个错 就得扫地出门 于是男孩迅速开车回去拿到鼓锤 但事与愿违 他遭遇了车祸 但头上鲜血直流的男孩 仍然惦记着鼓锤 男孩已经疯磨了 拦都拦不住 直接奔回乐团 光头老师看着男孩满头鲜血的回来 手都拿不稳鼓锤 还是先演奏了一段 发现男孩的手根本无法正常演奏 光头老师叫停后表示男孩完蛋了 正当光头老师要羡慕时 男孩直接冲向他把光头老师打翻在地 血溅到了光头老师的西装上 最终男孩被人拉走 男孩也被一名律师找上门 原来光头老师的一名爱徒曾因抑郁症离世 如果男孩也愿意举报光头老师的虐待教学 那么爱徒的父母也会一起支持 男孩思量很久后 决定收起偶像的蝶片 把心爱的架子鼓也打包好 他的音乐梦是时候醒来了 他同意了举报光头老师的决策 和音乐渐行渐远 直到他在酒吧中偶遇了丢掉工作的光头老师 还不知道是男孩举报的他 二人开始敞开心扉聊天 光头老师甚至还不认为 自己的教育方式极端 他一心认为自己是在培养伟大的音乐家 因为音乐家都是这么磨练过来的 光头老师甚至邀请男孩再接再历 再次登上舞台演奏熟悉的曲目 这次的机会非常珍贵 台下做的都是大佬 如果演出成功将是巨大的荣耀 如果演出失败就可能断送职业生涯 男孩的心中从来没放弃过音乐梦 被这么一激励 他的心又开始沸腾 他重拾鼓锤来到舞台上 但演奏开始前 光头老师来到他面前 原来光头老师才没有被蒙在鼓里 反倒是男孩入了圈套 暴墓的曲目是他从未练习过的陌生曲目 他也没有谱子更正了 结果可想而知 男孩弄砸了 看着男孩退场 大家都以为他要完蛋了 但男孩并没有就此黯然退场 反倒重回舞台 打起了属于自己的鼓舞 旁边的乐手们都随之加入演奏 这样的即兴发挥才是绝世乐的灵魂 而不是照搬乐补一丝不恐 男孩彻底甩开了光头老师的刻板指挥 反刻为主 让光头老师不知所措 但很快整个乐团超常发挥的酣畅灵敵 光头老师也慢慢找到感觉指挥 男孩将演出变成自己的专场 即使音乐渐停他也没有放下鼓锤 男孩和光头老师成为了相爱相杀的对手 顶风相见 互相成就了一场伟大的演出